问题,台湾哪些地方适合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? 答,台湾自己总结的,适合登陆的地点有14个,但适合大规模登陆的地点有4个,其中最关键的节点是桃园,因为桃园对于登陆来说实在是太理想了,可以支持10万人在很短时间就完成登陆,并直接对台湾北部京华地区完成占领控制。 下面说了一大堆,总之登陆部队能够靠岸台湾的海滩,差不多就已经成功一半了,因为在台湾和美国的无数次兵棋推演中都认为,只要大陆的登陆部队能够抵达海滩,就确实距离完全成功,只有一步之遥了,或者说大陆登陆部队上岸了,台湾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惨胜。 网友评论,有的人整天就想着祸害别人,很多人说打起来会被西方制裁,大鹅会在能源之类方面帮助我们,你心目中的大鹅是大善人吗? 这个问题倒过讲,也不是不行,为啥想的是登陆,登陆也是后期的事情,前期一定是轰炸,轰炸,再轰炸。 东海海上巨址抗美,可以登陆东侧山顶建立立达站和电子压制站,防空点是可以的。 为什么登陆?洗地?打掉电厂,工厂水厂,看看谁能坚持下去。 这是反人类,即使不解放也不可能这么干。 小周想说,天天喊打台湾,天天敲键盘,看到的不是炸鱼就是悄无声息。 在这个世界上,但凡主动打别人的,特别是针对普通人说开火就开火的国家和个人,没有一个是好的。 不光是针对台湾,针对哪里,都不能让人容忍。 无论什么原因,打到普通人就是畜生。 最近,部分网友娱乐之鱼,讨论台湾适合两期作战的登陆地,体现出来的笑哈哈氛围非常浓郁。 看样子,大家不是呼吁真想打,是想过过瘾,是想在评论区中找到我就是那一个最懂的人的快感,因为打不打,也不是他们说了算。 小周比较愚钝不能理解,也不想参与讨论关于打台湾的话题,外围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仅此而已。 因为我明白一个道理,娱乐也罢,键盘寻刺激也罢,不能建立在别人不开心基础之上,更不要说别人的痛苦之上了。 这种打台湾的话题每年有多少呢,根本就统计不过来。 比如,我搜索打台湾四个字,在头条上,一字排开,都是讲如何如何实现的。 比如像六个集团军,四十万大军闪击台湾。 解放军,豪华配置,二十四小时,全兼台军。 不用导弹,照样打台湾,兼二十头炸弹,能扔一百公里远。 百度上去搜一下打台湾,是一页一页根本就犯不完呀。 这些文章的作者里面,不乏教授,所谓的专家和学者,甚至是军事知名博主, 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真的是说鼓动大家想打台湾, 只是借这个话题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而已,娱乐的成分居多啊。 目前,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缺乏精神营养,也就是物质上基本满足。 虽然每个人都负债累累,为生活而忙碌,但精神上空得很啊。 人们没有大段的时间去研究和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, 不过要是拿起手机,拿起平板,刷个微博,刷个新闻, 再评论两句还是相当有兴趣的。 自媒体的兴起让传播更加快速,碎片花的知识进入我们的视野, 几乎让我们无法集中精力做东西,累了一躺下就去摸手机, 其实主要还是放松。 此时此刻,谁要是能够写一篇干翻台湾的预测文章, 或者探讨性较强的文章,那肯定评论去火呀。 比如,刚开始讨论的台湾哪些地方适合发起大规模的两期登陆, 网友都参与得非常积极啊。 网友说,打台湾就是打美国,怕美国参战就别打, 美国不参战,打了还不如不打, 速胜论不可取,我以为一定不会追求快速登陆, 美日力量清理干净,登陆后被打个反手更麻烦, 而是要先寻求与美日战略决战,战胜以后, 台湾自解,最近可能会先拿菲律宾开刀,看看美日的反应。 打的就是美日澳联军,没这个实力就不要打, 登陆速胜论是军事投机思想,注定要失败的。 评论区里的台湾朋友看起来是真怕了, 我至少2016年看这些内容, 然后就像你这样的人在一嘴,台湾人害怕了, 就像跟人线下辩论一样,然后年复一年,还是这样。 吐槽你已经没快感了,月经铁多了,没啥感觉了。 之前和一鸣推议参谋讨论过这个问题, 按照他的说法,登陆是下下策, 选择所谓的合适登陆点,更是下下策中的昏招。 因为台湾就有那么大,适合登陆的地方, 我们知道,对手也知道, 所以不可能有所谓的合适登陆点, 如果强行登陆,那必将付出惨重代价。 那么对付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? 这位老兄的想法,是绝对不能有富人之人, 不能因为所谓的同胞情,而罔顾我方军人的生命。 一旦开战,如果遭遇抵抗, 就应该以杀伤对面有生力量为主, 利用无人机编队,不间断巡逻, 用大型炸弹,重炮队登陆点做反向遮蔽。 在此期间,不在乎台军伤亡, 同时进行全境打击,牵制台军的军力。 由此,强行遮蔽数个登陆点之后, 再仔细清理,作为登陆通道。 对台湾以东仰面,大量不射水雷, 而且真真假假一起上。 一个真的配十个泡沫型的, 尽可能进行海域隔离,阻敌增援。 拿下台湾岛之后,不进行治安站, 而是分批迁移,见人就控制隔离。 分批送往大陆。 同时,大量一名大陆人口填充台湾, 进行人员互换。 这样确实会发挥大量精力, 但并非做不到。 要知道一个春运, 我们能迁徙几亿人次呢? 用这种方式可以断绝台湾打战战的念头。 如果动作够快, 有一个一年半载的台湾人就会更新了。 这时候,台湾肯定铁板一块。 毕竟那里对我们重要的是地。 这个评论厉害了, 虽然思路很落后, 但是还是受到了大家的追捧。 他的网友评论道, 别的不说, 从战场遮蔽这个词来看, 就知道打主多少是有点军事常识的。 但这种想法应该是20年前, 军迷圈里激进派的思路了, 现在的战术应该比当时先进了。 这属于典型的种族灭绝的做法, 古代是可以的, 现在国际舆论会压力太大。 我看以色列也这么干, 好像没什么问题。 台湾是啥族? 三光政策, 顶多口嗨一下, 无限时意义, 何况内战杀的是自己人。 看到了吧, 什么人都有。 如果你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人, 看这个肯定很爽。 如果你是一个不担心自己后代生出来没屁耳的人, 估计也会笑哈哈。 特别是文中, 在此期间不在乎台军山王, 同时进行全境打击, 牵扯台湾的军力。 娱乐没啥错, 错就在于没有人性, 这是很难被别人接受的。 目前的现状就如此, 台湾人, 美国人, 香港人, 以及其他网友们, 看看就算了, 不要太多的计较, 因为生活和网络是两码事儿。 即使那些没有人性的人, 网络说了再多, 几乎一点作用都不会有, 该怎样还是怎样, 一切既安好。